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再次在华府炮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参拜靖国神社 而崔天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言论 署名文章痛疲这是安倍的行动呢 不仅具有象征意义 甚至是暴露了他对日本未来发展风向的想法 而且呢 这个非常的严重 来看我们特派来自这华府的道道 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邮报言论版发表的署名文章 首先表示 靖国神社里供奉着14位甲级战犯 其中包括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 和下令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 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和他一贯 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分不开的 对这些人鼎礼莫拜 说穿了就是为了继承他们的一波 起初在这样一个历史铁案上进行翻案 说到底是为了重走当年军国主义这样的道路 崔天凯在署名文章中的论点和他一星期前 在华文媒体记者会上的发言几乎完全一样 他表示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安倍参拜行动是对日本邻国乃至全世界的一大挑衅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世界反法西式战争来之不易的成果 还算数不算数 战后的国际秩序还要不要维护 在安倍领导下的日本还能不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崔天凯批判安倍的措辞仍然是非常的严厉 显然北京对安倍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 可是对唤起美国对日本的警觉仍然抱持厚望 记者张国华中一庭华盛顿的报道